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民众自掏腰包 神韵法国土耳大爆满落幕 观众盛赞中华之魂 您好 欢迎收看今日大纽约新闻 首先带您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威胁到北京核心区域 西城区成为重灾区 近日又有中共的财政部员工被确诊 和多家医院群体感染的消息传出 2月19号 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中共财政部通知下属单位 要求统计住在三里河一区 51号楼的财政部干部职工的姓名 以及所在单元 应该楼出现确诊病例 辖内1300多个小区被排查 同一天 北大人民医院和海淀医院 传出瞒报引起的聚集感染 之前西城区的友谊医院和复兴医院 也曾传出疫情 白桃寺那个人民医院那是已经成空了 好像是传染上了几个患者 医生护士什么的 发热的人他都已经隔离到军馆了 小参与医院都到那去了 现在他那个疫情发展都一个月了 刚发展的时候 他没有规划 所有小区比较紧张 2月10号 北京宣布所有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 进出人员加强体温监测等 16号与中南海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的 北京八大胡同延夜封门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2月13号 曾去西城区视察 有网友爆料蔡奇非常生气 因为当时感染者还站他后面 第二天发布所有外地人员回京 必须隔离14天 目前蔡奇自我隔离中 还有人爆料说 蔡奇的儿子蔡尔金及其妻子 都已感染并被隔离 但消息并没被官方证实 公开资料显示 西城区是中共的权力核心区域 区内有中南海北京大会堂等 是中央书记处 中央办公厅 中纪委 中组部 中宣部 国务院 发改委 公信部 国家民委所在地 三里河一区三号院 则是由财政部 发改委 统计局等十多个部门 共同开发的连建楼小区 青唐人记者雄斌 陈杰采访报道 2月21号 中共通报 全国的三省五所监狱发生疫情 至少有514人确诊 带您关注 中共官方21号宣称 湖北 浙江 山东三省的五所监狱 至少已有505名在押人员和9名预警 确诊新冠肺炎 另有20例服刑人员的疑似病例 其中 湖北武汉的女子监狱 在押人员确诊230例 湖北汉京监狱确诊41例 疑似9例 湖北省未成年人管教所疑似1例 山东仁城监狱确诊200例 疑似10例 浙江省石里丰监狱确诊34例 一名湖北女子监狱 在押人员的家属 2月18号被通知 其家属感染新冠肺炎 但是官方当时并未对外通报 监狱发生群聚感染 家人非常担忧 由于中国各地的监狱 一月底已实行了封闭管理 拒绝亲属探视 因此预警成为最可能的传播途径 浙江省官方宣称 石里丰监狱的一名预警 1月14号到19号去了武汉 但是刻意隐瞒 继续上班 29号确诊新冠肺炎 多名与其接触的在押人员被感染 监狱还有很多的规定 另外早在一周前 山东济宁市民就在微信流传 当地的一名预警被孩子感染后 又感染了整个监狱 但是随后大量的微信群被解散 同时济宁的人城监狱出面 高调宣称防疫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如今确认至少200例确诊 令网民质疑 官方此前压制信息的披露 沃姐也担忧 考虑到监狱恶劣的卫生状况 全国更多监狱都有传播的风险 真实的染病人数可能远不止于此 这也让外界担忧 在各地聚集性案例频发的情况下 当局仍催促各地复工 疫情存在扩散的风险 新唐记者林兰长春 纽约报道 在中国大陆以外 新冠疫情仍在不断的蔓延 周五 意大利 韩国和伊朗都出现了新增病患 激增的趋势 社区传播可能会在更多国家发生 周五 意大利北部突然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其中伦巴蒂大区一日之内新增14个确诊病例 包括5名医护人员 临近的威尼托大区也传出2例病毒测试阳性的病例 但尚未得到官方最终确认 这些新增的病例都是没有中国旅行史的本地人传人病例 其中第一位感染的38岁男子 曾与一位刚从中国回来的意大利人一同吃饭 随后这名感染者又将病毒传给了妻子朋友和医护人员 截至周五 意大利的官方确诊病例达到17例 面对疫情突然恶化 意大利当局紧急下令 在至少9个城市关闭了学校、商场和酒吧等公共场所 伦巴蒂大区的5万居民被告知留在家中避免外出 韩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日益严峻 2月21日的新增确诊病例暴增100例 并出现了第二期死亡病例 韩国的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04例 其中128例都与大丘的一家教会有关 韩国当局已紧急关闭了大丘和首尔的相关教会 并将疫情严重的大丘市青上北道青道郡 指定为特别照护区 首尔也暂时禁止在光化门广场 首尔广场和清晰广场举行集会 由于韩国军队内也发现三起确诊病例 韩国国防部已宣布 从22日起限制官兵外出 所有军事基地紧急关闭 此外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也有20多名警卫接受隔离观察 日本2月21日新增9名确诊病例 其中北海道3例 东京都3例 石川县 祁育县和千叶县各1例 如果加上此前在钻石公主号上确诊的634例 日本境内至今累计确诊737例 死亡3例 伊朗的疫情也在加速蔓延 周五新增13例确诊病例 其中含两个死亡病例 目前伊朗的累计确诊病例已达到18例 死亡4例 为防止病毒传入 伊朗的邻国伊拉克已经暂停往来伊朗的航班 继阿联酋和伊朗之后 中东地区周五又新增两个出现新冠病毒的国家 分别是以色列和黎巴嫩 其中以色列的病例是一名刚刚从日本 鑽石公主号邮轮上被接回国的以色列乘客 黎巴嫩的确诊病例则是一名45岁的女性 最近曾去过伊朗的库姆市 加拿大周四晚间也宣布新增一例确诊病例 患者为30多岁的女性 她在1月份前往伊朗旅游 也是加拿大的第9例确诊病例 台湾周五新增两起确诊病例 是此前一名确诊患者的亲属 目前台湾累计确诊26例 死亡1例 香港当天新增2例 总确诊人数升至69例 在对日本和香港发布一级旅行警告之后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已将新加坡、泰国、韩国、越南和台湾 列为出现新冠病毒社区传播的国家和地区 截至周五 新冠肺炎已在中国大陆以外的 30个国家和地区蔓延 累计确诊病例近1300例 死亡13例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导 带您看到 2月20号 神韵巡回数团在土耳的最后一场演出 再次大爆满 气氛热烈 观众称赞 神韵重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传统和灵魂 美丽至极 充满神性内涵 一定要到现场去感受 经历大利亚 一些艺术 可有理想 解疑 到乐部 词 职 也 继续 垃圾 将 瓶 范 最 聖 咱 是 此 是 我非常感到很高興地在你今天 我一直在找到这种新鲜感 这种新鲜感的 这种语音的语音 这种语音的语音 也在同时这种力量 这是我们的力量 我发现这种力量 这种力量的发展 从中国人的国家 是一种大国家 是一种大的力量 云上的技术 最新的,但也有艺术, 这艺术,这艺术,这艺术,这艺术。 美丽,美丽,美丽, 没有任何词为词词词。 这是一个东西, 在最后的心理, 让你忘记了, 你出发的东西, 你会有很多美丽的东西, 美丽的东西, 我們在说很多 screens, 我们是为了像 Nazi奴巴寺。 非常漂亮, 我们也喜欢过, 我的豆沙传, 我们喜欢很多特香, 我开心格一模一樣真兴激 美丽。 并 Heritage。 是美丽的, 了个ocks器, 我特意很激烈,很激烈,很激烈的美女性 和我身上的感觉,很激烈的表演 而且,这次的技巧,这次是非常激烈的感觉 更加多地感觉,这次是非常非常激烈的表演 很棒,非常非常激烈的表演 那些重担之女, 这些重担的感觉, 这些重担的观点, 特别的重担, 当作出发现时, 就像在变鸟, 这些重担的重担, 没有一样的重担, 这是很美的。 这些重担, 首先,我们的中国人感到,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和歌曲的艺术。 在演奏, 观众称赞 神韵重现了中华千年文明的传统和灵魂 美丽至极 充满神性内涵 美丽至极 充满神性内涵 有时不可能的这种感觉 我们生活的感觉 有没有产生的灵魂 有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完全不错 今天我们有多放在这种技术 和技术的技术 我们能够看到的感觉 我们能够的感觉 而是什么坚固 和什么坚固的 观众们希望没看过神韵的人 一定要来现场感受 清唐人法国记者站 土耳报道 之后带您看到 纽约禁止使用塑料袋三月份生效 民众准备自掏药包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今日大纽新闻 带您看到 纽约州从3月1日起将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 有名代表在周五宣布将向民众免费派发环保购物袋 带您了解 一次性塑料袋禁令从3月1日开始生效 所有征收周税的商店 包括购物中心 杂货店 服装店 超市等将不再提供塑料袋 还有不到一个礼拜 纽约州就要禁止使用塑料袋了 不过我们在超市还看到有很多人提着几个塑料袋出来 那么我们去问一下他们准备好不用塑料袋了吗 如果要买的话自己买啦 四个八年说要付钱的话我们就付钱了 就这样 就这样的 那长远打算的话那样很贵啊 I don't care 有民众表示已经准备好了环保袋 3月1号开始就是说自己带袋子 那你觉得这样会不会就是比如你买这么多菜 会不会不方便 我觉得不会 塑料袋拿了很多也不好 自己带吧 当然有可能方便 因为我们在国内一年前我们都是用繁保袋 或者是自己拿的篮子去买菜的了 取而代之商店会提供纸袋 而每个袋子收取无每分 有超市代表表示 鉴于纸袋的成本高 会先提供库存的塑料袋 塑料袋的话呢 现在就是这样子还有个grace period嘛 我们有的存货 我们还是想要把它先用完嘛 不过 出方药袋子 包装外卖食品 花卉植物 干洗淀衣物的袋子可以豁免 不属于禁用之列 根据法案 商家如果违规向民众提供塑料袋 出饭将会予以警告 如果再犯 将面临250美元罚款 同一年内再次违法 罚金增加到500美元 中午下午 纽约市议员顾雅明在办公室宣布 将在2月29号上午10点 在法拉盛的天井昌发超市 向民众免费派发1000个环保袋 法案的目标是 希望每年能减少 230亿个塑料袋的使用 新唐人记者 柯丁廷 韩瑞 纽约报道 从今年的10月1号起 美国将正式实行 使用标准版身份证的民众 将无法登上飞机 必须更换成全真驾照 或者增强版的身份证 而纽约的车管局也增加人手 应对大批的民众 申请驾照的需求 从10月1号开始 美国联邦政府规定 只有持有全真驾照 Real ID才能乘坐 美国国内的航班 以及进入联邦政府大楼 那么现在在法拉盛的DMV这里 很多人排着队 等待申请全真驾照 卢先生早上10点来排队 下午2点半才办完驾照 多很多 我早上大概10点钟来 一直到现在才OK 所以以后来的人 可能要早一点来 因为今天可能来晚了 然后排队排太久了 他4点关门 然后现在应该排队的话 应该就4点关门之前 我应该进不去 所以说下次再来吧 全真驾照的右上角 有一颗心 申请人需要提供身份证明 设案号 地址证明等文件 需要注意 持有标准版身份证 Standard ID的民众 也将无法再用其证件 来搭乘飞机 或进入联邦政府机构 如果持有增强版身份证 Enhanced ID 则可以在陆路或水路边境 代替美国护照进入美国 但只有美国公民才有资格申请 据统计 全美各州已经核发了超过9500万张全真驾照 不过这也仅占所有驾驶者的34% 代表美国及加拿大机场事务的北美机场理事会 担心剩下的三分之二美国人持有的驾照 并非全真驾照 已经要求联邦政府延期实行要求 因应需求 纽约州车辆管理局表示 已经增加了400个员工 并延长工作时间 周六也开门服务民众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 韩瑞 纽约报道 最近纽约的苏福克郡推动立法 禁止在私人的住宅当中吸烟 被居民质疑说管太宽 带您看一看 苏福克郡希望通过立法 杜绝在公月大楼 康斗公月和多家庭住宅中的二手烟 目前 苏福克郡很多公共场所 已经禁烟 包括靠近学校和办公大楼 附近的区域 不过在住宅区禁烟市首次提出 苏福克郡的立法议员 斯宾赛医生支持该项法案 他说 法案能保护无辜 不吸烟的民众免于吸入二手烟 并指出 二手烟会渗透到墙壁 电线 管道和通风系统的裂缝中 有当地居民质疑政府管太宽 表示这不可能执行 如果有人在自己的公寓里想吸烟 那完全可以 法案规定 违法者可处以最高1000美元的罚款 甚至被捕 执法可通过举报执行 当地将在本月下旬 举办相关的公厅会 新唐人记者 柯婷婷 纽约报道 之后带您了解 美国移民法庭庇护案件裁决提速 中国人获批准最多 欢迎回来 带您看到 2020财年度的头4个月 也就是2019年10月份到2020年1月份 美国移民法庭庇护案件的裁决速度大幅提升 其中的中国人获批准的比例是最高的 2019年10月到2020年1月的4个月期间 全美移民法庭共裁决了33194件庇护案件 已经达到了上个财年全年裁决案件数量的49% 其中庇护案获得通过的有8828人 其中以中国人获批准最多 其次是来自萨尔网多等几个中美洲国家的人 此外 有72%的庇护案件被拒绝通过 高于上一财年的69% 新台记者唐成 纽约报道 学生的寒假结束 纽约本周末的交通可能会有延误 之后带您了解 欢迎回来 本周末是纽约学生寒假结束的日子 预计交通可能会出现拥堵 提醒您要出行做好准备 避免延误 本周五到下周一早上 N车将不会在曼哈顿City Hall 和布鲁克林J Street之间停车 二车只在布鲁克林59到95街之间运行 Q车也只在布鲁克林康尼岛 Steelwell Avenue和Kings Highway之间运行 民众可以选择换乘2号和4号车 周六周日两天 地铁ACE线路在曼哈顿23街和Spring街的 下乘方向地铁站将关闭 其他线路的最新信息 民众可以在MTA网站上查询 另外 本周末也是纽约很多学生 寒假的最后日子 预计周日下午开始 纽约地区的交通会出现拥堵 计划行驶华盛顿大桥 林肯隧道495长岛高速公路 和石坦顿岛公路的民众 预计会出现延误 另外 机场的客运量也可能会增加 出行的民众最好预留更多的时间 新唐人记者韩瑞 纽约报道 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大女新闻 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